大家好,我是Fizcate 今天來為一個閃電鳥的晴天隊 這個隊伍的作者是Gimago 他組了一個蠻特別的晴天隊 在今年2月拿下賽季結算的第17名 這隊引起我興趣的地方有兩個 第一個是閃電鳥 第二個是不開空間 而且帶了哈欠的月月熊 作者說他一開始其實只是覺得 晴天正義法打魔法閃耀很強 因為晴天下正義法可以觸發古代活性 特攻升級1.3倍 加上太金妖精跟煤炭龜的幫助以後威力就會超級高 所以他就想要圍繞這個Core組一個隊伍 其他隊友主要就是拿來打正義法打不贏的人 那正義法打不贏誰呢? 第一當然是抵抗魔法閃耀的人 就是火系、鋼系跟毒系 其中鋼系本來就落火 對於晴天隊來說不是什麼問題 毒系又抗妖精的 基本上就是盾骨太一樣落火 但是火系就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隊伍需要至少有一個壓制熱門火系的手段 最好的人選當然就是波檔水 因為他4倍抗火 又是地表唯一可以在晴天下打水系技能的人 本來就蠻適合搭配正義法連弓 另外他的太金毒主要是拿來打水惡碰 跟太金妖精以後的猛雷谷 因為猛雷谷不可能抵抗妖精加毒 通常至少會有一個技能是克制的 或者太金墊就是兩個都一倍嘛 另外波檔水的龍系技能沒帶流星群 主要原因是背心猛雷谷的特防真的太高了 我們是膽小性格晴天下加的是速度 所以生命寶珠流星群還是砸不死他 帶龍之波動就更加穩定一點 打不贏的第二種是特防超級高的人 尤其是谷頂路加吃猴吧 正義法加煤炭龜遇到這兩個人基本上就來送了 因為這個組合的策略就是透過流沙地獄加哈欠把你困在場上然後消耗到死 但是作者在打的過程中也發現 面對這個組合的時候哈欠非常有用 你只要對谷頂路點哈欠就可以逼他睡著或是換下去 如果他選擇換下去 流沙地獄效果就會解除 因此我們也可以換人 而月月熊就剛好是一個超級好的counter 因為他是火焰寶珠毅力的 相當於免疫哈欠 而且他剛好也會哈欠 就超級壓制這個組合 我覺得真的是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真的很少看到不開空間或順風的月月熊 同時因為隊伍裡面有月月熊也可以有一種迷惑效果 逼對面看到正義法的時候就得提放我們開空間 另外對面的正義法特防也很高 加上我們是內練性格通常比對面慢一點 所以我們的正義法其實打不太贏對面的正義法 因此這隊就放了一個背心炎底 主要是針對正義法國域這類的特攻手 同時也比較好打太精以後的猛擂鼓 打不贏的第三種是會改我們天氣的人 其中最重要的是龍捲魚與天隊 因為其他類型的天氣隊相對沒那麼難打 這就要講到今天的主角閃電鳥啦 閃電鳥在前代的使用率不算低 但是到了珠子由於規則低跟E有鐵壁榜 規則F有猛擂鼓 這兩個人都是超級強的電系 輸出跟耐久都很高 同時也有很好的輔助能力 導致閃電鳥就不算熱門只是偶爾會看到而已 當然閃電鳥在珠子的表現還是很亮眼啦 畢竟他在2023年的世界賽也成功奪下少年組世界冠軍嘛 只是當時規則低流行的配置跟現在有點不太一樣 當時的閃電鳥主要是作為水舞蹈熊石的counter 因為靜電加上頭盔就可以讓舞蹈熊石根本不敢摸膩 同時閃電鳥的特攻也蠻高的 就算不加滿特攻一個10萬伏特也可以把舞蹈熊石電死 這對的閃電鳥主要是作為晴天打龍捲雲、土地雲加水舞蹈熊石的手段 因為龍捲雲會求雨所以我們不可能耍發炎地或煤炭龜 而且正義法在雨天下無法威脅龍捲雲也打不贏舞蹈熊石 如果選擇猛雷鼓又打不贏土地雲 所以閃電鳥就是最理想的人選 因為面對龍捲雲、土地雲跟水舞蹈熊石都非常有優勢 他的道具帶了雷電石板 就是為了確保能用一個10萬伏特秒了滿血龍捲雲 讓對面只能在雨天跟順風裡面選一個 所以其實閃電鳥在這隊還是蠻關鍵的 只要沒有他就會超級難打手動求雨的隊伍 總之這隊真的還蠻特別的 雖然乍看之下超級抽象所以有點不太好上手 但是你只要理解隊伍進攻上的Synergy以後 其實配置還是蠻合理的啦 而且因為正義法是內斂加氣勢皮帶 其實蠻容易騙到對面以為我們是眼睛 所以就擊火我們 只要好好利用這些地雷配置就會取得蠻多優勢的 但是要注意這隊相對不好打猛雷鼓 一方面是閃電鳥岩地跟煤炭龜基本上都沒辦法拿他怎樣 另一方面我們開晴天也會送他特攻 所以你需要盡可能逼他太精 而且保留好幾種打他的手段 我也蠻推薦大家可以追訪看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一定要幫我按個喜歡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也記得按下訂閱支持我做更多影片 今天的問題是你覺得哪個寶可夢在現在這個規則其實被大家低估了 像是我覺得關都的三隻鳥其實都不弱啦 不只極動鳥最近突然身價暴漲使用率變得很高 火焰鳥也因為咆哮虎的出現 讓零獸土地雲跟風速狗的使用率都大幅下降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隊伍都沒帶岩石系技能 導致火加飛行的抗性就變得比以前更好 他們三個都是只要放在適當隊伍其實就蠻不錯的選擇 Anyway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想跟更多一些討論寶可夢 也別忘記按底下連結加入我的Discord伺服器 接下來制度的努力值 要特別注意煤炭龜加了超多特防 所以晴天下其實很難被秒掉 玉獸雄則是加了很多物防 因為主要是拿來打谷頂鹿吃好爸跟破空硬的物攻隊嘛 相對物攻就加的不多 所以你有時候可能會需要幫助來打一些耐久比較高的人 而且閃電鳥也加了很多物防 所以通常可以接下雨天水流連打或集藤榜 然後反過來把對面的龍捲或舞蹈雄獅打死 其他想看的可以自然暫停我就不解釋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隊伍吧 對面是一個古劍豹的平衡隊 就是蠻標準的古劍豹加水火草啦 以物攻為主 對面這隊其實不好打晴天炎帝 唯一能抵抗的快龍也怕燒傷 所以我覺得直接首發煤炭龜家炎帝就蠻強的 但是這兩個人跟咆哮虎基本上是互相打不動 而且還比較劣勢一點點 所以我們後排得帶一個比較好打咆哮虎的波蕩水 最後我覺得閃電鳥打這隊也還不錯 最不好打的古劍包庸其他三個人都可以打 而且晴天下玩風對面的武刀雄獅跟金剛星 抗性還蠻好的 所以就這四個吧 對面少發的是咆哮虎跟正義法 這個少發對我們來說就算是比較有優勢 因為我們的炎帝就是專門拿來打對面的正義法用的嘛 而且對面這種隊伍的正義法通常應該都是眼鏡的 眼鏡也不會帶耍住 加上對面右邊這個位置也沒有人可以換上來聯防 但就算右邊上個五刀雄獅又快了 我們聖火也有可能會燒傷他啦 所以對面右邊這個位置基本上已經死一半了 我們就聖火打右邊然後哈欠哈他的咆哮虎吧 對面有帶力量寶石喔 但是也是打不死啦 畢竟我們的煤炭鬼特防加的非常的多 那我們一個晴天聖火就一定可以燒死他的正義法 那看咆哮虎打什麼技能嘛 可能是打派洛或咆哮下去吧 派洛洛派掉我們的炎帝的背心喔 這個派掉無所謂因為對面隊伍唯一的特攻手已經死啦 所以背心沒有也沒有什麼關係啦 那就哈一下咆哮虎看對面上誰吧 對面上的下一個是水系五刀雄獅 對面這裡咆哮虎應該拋下去啦 五刀雄獅有可能會點水流連打 因為我方場上兩個人都是火系的嘛 所以我們這邊應該可以雙換啦 我們就左邊換上波檔水連打防他的水流連打 右邊換上閃電鳥吧 因為我覺得他要拋應該會拋炎帝啊 我們換上閃電鳥給他拋會比波檔水好一點點啊 我們換上波檔水,情天下出發古代火箭加速度 然後對面打個水連打 但是情天下我們想到的是八倍抗水 八倍抗水打一下就沒幾點血 而且對面這個應該是圍巾的武鬥雄士吧 這種隊伍通常都是圍巾啦 對面果然拋箱的話拋我們原本是炎帝的位置 那看拋誰上來吧 我們現在的閃電腦特攻-1 拋出的是古劍爆 呃 對面現在已經鎖水連打了嘛 所以我覺得他很高機率右邊要下去啦 但右邊下去上誰就上咆哮虎嘛 所以我們可以水燈器直接打右邊 堵他上咆哮虎 然後他可能會冰住最急打我們的閃電鳥 我覺得閃電鳥留著打五道雄士還蠻好用的啦 所以可能要保一下吧 我們就直接太金火使用伏特先把他古劍爆的氣勢皮帶打掉好了 我們雙點右邊啦 因為他理論上古劍爆也有可能會點守住嘛 所以雙點右邊是會更好一點點的 我們這邊先太金火 太金火就是可以抵抗對面的兵器技能 然後我們一個水蒸氣直接秒了對面的炮燒虎 這個不可能接啦 晴天下的水蒸氣威力是120 加上本系還有生命寶珠這個威力太高了 結果對面很聰明的他冰住最急打的是我們撥檔水的位置 我現在就殘血了 我們在一個10萬伏特把他的古劍爆電到殘血 不過才電一半而已因為我們剛才被跑過一次 對面只剩最後一個武刀熊石對面這裡還沒太金啊 他武刀熊石有可能太金水的吧 他這裡可能會鎖水蓮打 我們就水蒸氣打左邊吧 因為現在全場最快的是我方的撥檔水 我們就水蒸氣打左邊然後10萬伏特打右邊吧 結果對面武刀熊石啊 太金火的嗎 太金火的武刀熊石有點少見啊 因為武刀熊石通常太金 最多的是水啦 不是水的話就是什麼草啊鋼啊或是毒之類的 火系是蠻少見的 但是也可以吧 對面一個水蒸氣打我們閃電鳥的位置 觸乏我們的靜電喔 靜電就是對面只要摸到我們就有30%的機會麻痺 所以現在對面的武刀熊石的速度減半 那現在武刀熊石就變全場最慢 雖然是克制啦但是因為晴天下水系的輸出減半所以打我們也是打不死了 然後我們一個10萬伏特把對面武刀熊石墊到半血 這個血量看起來好像剛好50%吧 那我們就雙點右邊好了啦 我們就10萬伏特加 水蒸氣雙點因為對面古劍爆只能打死我方的其中一個人嘛 所以我們雙點他肯定是會更好一點的 對面武劍爆就選擇先突起把波動水打死 那還好我們這個10萬伏特就還是把武刀熊石墊死 那應該就贏了啦 因為對面剩一個古劍爆 再加上對面現在也已經沒有太金啦 我們上誰呢 上炎帝應該好一點點 我們炎帝有帶神速嘛 我們只要一個神速古劍爆應該就死了 那我們這裡就點神速加上 神速加幫助吧 幫助神速他是一定會死的 他沒有機會出手 那對面就直接投降了 所以我們這種隊伍其實打這種水火草平衡隊還是比較簡單的啦 比較不好打的人主要就是土地雲跟猛雷谷而已 但是對面這個由於他是一個古劍爆物攻隊 所以他也沒有帶猛雷谷跟土地 我們打起來就相對比較有優勢啦 好那我們就再來看下一場吧 對面是一個雨天隊吧 感覺應該會帶雨天 因為他有水火草雄石土地雲跟鈍菇 這幾個人都可以搭配球羽 所以我們得帶煤炭龜但是又不能首發煤炭龜 對面應該會首發龍捲雲改我們天氣 所以這場閃電鳥就非常適合首發 對面首發有可能是龍捲雲加 土地雲水火草雄石或正義法的其中一個人吧 如果搭配的是土地雲或武道雄石的話我們需要首發波蕩水 正義法的話我們需要首發炭帝 所以我們就首發波蕩水然後把炭帝放在後排吧 如果需要連防的話背心炭帝會比波蕩水更適合啦 對面首發的是水武道雄石跟龍捲雲 這個首發對我們來說也算是比較有優勢啦 畢竟我們的閃電鳥就是專門拿來打這個組合的嘛 對面第一回合應該會在順風跟秋雨裡面選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龍之波動打五道雄石然後10萬伏特把龍捲雲電死 對面選擇的是先秋雨喔 但是由於我們這個閃電鳥是算過耐久的 對面的五道雄石只要不是開出雨天加上泰晶水 的水流連打就不可能打死我們了 我們這個是一定可以活的 現在觸發靜電喔 今天就是他摸到我們30%會麻痹 機率還是蠻高的啦因為水流連打打三下嘛 而且波蕩水也是作為晴天兄弟裡面 非常少數啊在對面開雨天蓋我們天氣的時候還可以蹭對面的天氣來出出的 龍之波動先壓一下對面險然後10萬伏特電死啊 氣勢皮帶的嘛 好吧氣勢皮帶龍捲雲那也沒有辦法啦 畢竟我們的波蕩水先出手嘛所以我們也不太好雙點龍捲雲啦 對面第二回合應該會點順風或枯葉風暴啦 我認為再點一次雨天的機率很低所以我們就 左邊上煤炭龜開出晴天 降低對面的水流連打的威力 然後在 波蕩水打個技能直接把他殘血的龍捲雲收掉吧 那我們就先開出晴天然後觸發波蕩水的古代火星現在全場最快波蕩水 對面點枯葉風暴沒有點 沒有點順風 他可能想要收掉我們殘血的閃電鳥吧那我們就 一個水蒸氣先手把他的 把他龍捲雲打死 對面水連打他們波蕩水的位置嗎 我覺得他可能是沒想到我們會換煤炭龜來開晴天啦 畢竟雨天枯葉風暴本來就足夠收掉殘血的閃電鳥 對面再上下一個是正義法 觸發古代火星加特攻嗎 加特攻比較有可能是內斂眼鏡的吧 對面最後一個人是誰 最後一個人有可能是土地雲或咆哮湖 應該不是盾骨啦畢竟如果是盾骨的話這裡有可能會上盾骨 如果是土地雲或咆哮湖的話我們必須要留下波蕩水的命喔 因為 只有波蕩水比較好打這兩個人啦 我們後排的人其實不太好打這兩個人 那我們的波蕩水就先太精毒喔 以防對面眼鏡鎖的是魔法閃耀啦 不然他一閃我們直接死掉就打不贏最後一個人了 然後我們只要水蒸氣收掉對面的武道雄獅就不怕他打水氣進了嘛 對面非常聰明喔打的是暗影球應該是眼鏡吧 加我們特防無所謂啦 畢竟我們的煤炭龜是已經算過傷害加了很多特防 就是專門拿來接對面正義法的眼鏡的輸出 那我們哈欠哈下對面正義法 對面的最後一個是咆哮湖嘛 咆哮湖威嚇一下我們 那我們就先守住一下囉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哈欠哈過正義法啦所以 只要這個回合結束正義法睡著以後我們就 可以有多一個回合的出手機會啦 那我們先守一下吧 對面的咆哮湖急掌 拍我們的波檔水 然後暗影球打煤炭龜但是都打空了 好這個回合正義法就睡著了 睡著了之後 他的咆哮湖可能會太近了他還沒太近嘛 我們後排是炎帝跟閃電鳥 我們就直接幫助水蒸氣打咆哮湖吧 因為他如果太近的話可能是泰晶 水草或幽靈嘛 泰晶什麼都可以啦反正他 泰晶水的話我們就像閃電鳥打 泰晶草我們就像炎帝打 泰晶幽靈的話我們幫助水蒸氣應該可以打死他 結果對面的咆哮我是泰晶草的那也無所謂啦 反正我們只是要逼住他泰晶而已 他不泰晶就死啦泰晶以後我們隊友也可以打死他 反正我們後排還有兩個人 對面正義法現在睡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是必定睡眠的 然後他拍落把我們的媒體會拍死 但是他泰晶草門其實波檔水也可以打 畢竟我們已經泰晶毒了嘛 我們是有帶泰晶爆發的 我覺得泰晶爆發其實還蠻好用的因為 波檔水打不動的人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可以跟毒系連攻的人啦 所以 帶毒系泰晶爆發可以克制蠻多人的 那我們就有個泰晶爆發先打死他的跑射虎 然後 其實炎帝跟他的正義法單挑也會贏啦 畢竟我們是背輕的 他所愛你求也是打不死炎帝 他可能 可能要打三下才打死吧 除非我們聖火連續沒炒幾次啦 不然應該是不可能會輸的 對面正義法甚至也沒醒 沒醒就結束了 那我們一個聖火就直接燒死他 晴天聖火是一定會死的 晴天下火氣技能威力成1.5倍嘛 那這場就成功戰勝了這個 水舞到雄獅的雨天隊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場吧 對面是一個蠻標準的 古頂路痴吼罷隊 對面遇到我們這種隊伍通常都會直接首發這兩個人啦 因為我們這隊是以特攻為主 而且主要的物攻輸出炎帝也不好打這兩個人 我前面有講過嘛 這隊的月月熊主要就是拿來打他們兩個 所以我們就首發梅天貴跟月月熊 這兩個人打他全隊都還蠻強的 然後他後排可能會有破空焰 我們的月月熊如果死掉的話 閃電鳥跟炎帝都比較不好打破空焰 而且閃電鳥其實也超級在打古頂路 所以我們後排就在波檔水跟正義法嘛 對面首發的是古頂路加痴吼罷 瘦起來了是不是 我竟然就來制裁你們這些猥瑣的瘦隊玩家 先開個晴天喔 開出晴天可以降低對面的波動充的輸出嘛 因為我放兩個都是弱水的 對面這裡有可能會直接點哈欠啦 所以我們就雙哈欠吧 月月熊哈古頂路然後煤炭龜哈痴吼罷 看對面點什麼技能啦 對面先點個流沙地獄 這個技能的效果就是可以每回合固定扣你的血啦 然後把你困在場上 搭配個哈欠你就不能換下去了嘛 那我們也哈一下對面 現在場上四個人有三個人都被哈了一遍 全部人都想睡覺 流沙地獄扣一點血 那對面這裡有可能會換下去啦 他換下去的話我們就 硬撐撐他後排的人吧 我們就哈欠加 哈欠加硬撐雙點 他後排只有金光花可以抗硬撐嘛 但是我不認為他這裡會上金光花 畢竟金光花也是打不贏月月熊的說真的 對面點個大災難但是沒有擊中月月熊 大災難的命中率也是不滿的啊 有時候就會給你miss一下 然後波動衝衝一下傷害不高因為現在晴天嘛 而且我們這個月月熊又是加了很多物防的配置 就是專門拿來打這兩個人的啦所以物防加了很多 對面是一個勝販的時候吧行 那古頂路有可能是背心的啊因為 因為他剛才不是文釉果嘛剛才沒有吃過 那因為對面這個回合是必定會睡眠的所以我們先不用急著把古頂路打死 我們就先硬撐撐一下他的赤猴爸爸 先補一點傷害把他壓到殘血就好了 好對面古頂路睡了第一回合 然後再來是赤猴爸爸 赤猴爸也睡第一回合 最後煤炭龜睡了第一回合 好下個回合開始 兩邊的人就都有可能會醒來了 我們就點哈欠吧 畢竟煤炭龜現在也不可能輸出也換不下去嘛 我們就硬撐先把古頂路撐死吧 以防對面這邊選擇古頂路下去啦但是對面這裡古頂路就不要了 然後赤猴爸沒醒非常好 那看煤炭龜有沒有醒 煤炭龜也沒醒 好吧也可以接受啦那看對面下個上誰吧 下個是古劍爆 古劍爆嗎 我們現在半血 我覺得 月月熊這裡留著應該蠻有用的啦 我們就哈欠哈他的古劍爆 月月熊先太金妖精吧 太金妖精以後他的 聖劍打我們就抵抗了嘛 我們至少可以保住一命啊 先把對面的赤猴爸給收掉 因為月月熊速度比赤猴爸快嘛 所以可以先出手 對面打個冰柱最急 但是也沒有擊中月月熊 這個擊中應該也打不死啦 畢竟我們已經太金了 太金以後就不弱冰柱最急了 對面大概都是這種命中率很低的 怎麼回事 打個聖劍就好啦 沒天鬼醒過來 那哈一下對面的古劍爆 你還哈我是不是 我還哈你咧 好對面的 古劍爆現在陷入瞌睡狀態 下個是快龍 快龍嗎 那我們就守一下吧 先拖一個回合啊 等他的古劍爆睡著就好了 然後順便看快龍鎖什麼技能 因為快龍有可能是頭帶啦 這種配置有可能是頭帶有可能是背心的 對面冰柱最急夾 地震嗎 看一下 地震震自己是不是 哇你太猛了吧 我原本還沒有想要打死你喔 結果你就自己把你屁帶震掉 好古劍爆現在睡著非常好 地震是不是 地震那你下個地震你自己就死了吧 那我們就打個熱風 哈欠好了啦哈欠 哈他的快龍吧 有命就哈他快龍沒命就算了 然後 加上個硬撐吧 硬撐應該可以秒吧 看一下 好對面 古劍爆睡著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是避睡的啊 然後地震先把自己古劍爆震死 好原來希望還殘血喔 因為 我們物防加很多吧 所以 這個地震還是可以接的啦 畢竟不是本系 雖然有在乎之劍 然後硬撐把他撐死 哇就剩一滴血是不是 這麼巧 剩一滴血就剩一滴血吧 也無所耶 反正 他的快龍是摸不到我們正義法 我們可以先出手 那我們就 隨便點個月亮之力吧 把他打死就結束了 加個硬撐就好了 好那這場就戰勝了這個 谷底露跟持有霸的獸隊 制裁獸隊就是讓人心情舒暢啊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場吧 對面是一個 變小隊嗎 有點麻煩喔 變小隊 他的手發應該是臭臭泥跟土土犬 變小之後再上禪紅鶴啦 所以我們得手發一些爆發火力比較高的人 我覺得煤炭龜家正義法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機會騙出對面的廣防 然後閃電鳥打他這隊的其他人還蠻強的 鐵包袱本來就打不贏閃電鳥 然後金剛星跟財王鶴也沒有技能打閃電鳥 唯一比較不好打的人就是猛雷骨 所以我們選出的另一個人需要比較好打猛雷骨 波蕩水跟炎帝可能都還行啦 但是他的猛雷骨感覺有可能是冥想強化的 所以我覺得在炎帝可能會好一點 那我們最後一個人就選炎帝吧 好對面首發的果然是臭臭泥加土土犬 要這麼瘦的嗎 對面第一盒有可能會點什麼呢 他可能會點 變小加 擊掌或 靠馬或廣防都有可能 但是由於我方這兩個人都有範圍技能啊 所以我認為 他的土土犬是有可能會點廣防的 我們就太盡妖精打個月亮之類加上熱風嘛 那他如果點靠嘛 我們就把土土犬打死也還可以接受吧 然後可以稍微壓抽你一點血 我們必須要在臭臭你變小之前盡可能多打一點血啦 結果對面土土犬拍我們的煤炭龜嘛 好吧那我們月亮之類還是先打他一下啦 看能打多少就算多少啊 因為他變小以後我們有可能會摸不到他嘛 這樣的特攻倒是不影響 垃圾射擊不變小 不變小嗎 好你這個長得像個變小隊然後實際上直接垃圾射擊就開揍是不是 好煤炭龜畏縮了 那倒無所謂吧 好土土犬加個特攻降個特防 但是土土犬通常都是氣勢皮帶啦所以降不降 雙防倒是不影響 他只有加速度會影響而已 因為他加速度會比正義法快 他就先碎我們 那我們就 啊 影子偷襲 你還會這個技能的嗎 我都不知道之後你還有影子偷襲 欸 不是 你這偽裝成一個 非常素質的隊伍 其實是一個直接打的是不是 這是一個純輸出的臭臭泥嗎 蘑菇包子睡了我們煤炭龜 煤炭龜睡了第一回合 哇這是什麼神奇的配置 還有假裝成變小隊的臭臭泥嗎 心情不定加 架個什麼東西 架個物攻 我剛剛沒有看到架什麼 我們這裡上誰呢 欸我上誰好像都不是很好喔 因為他土土犬比我們快啊 我們這兩個人都不是急速都加很多奶酒 呃 上誰好像都被睡我們先上個炎帝好了啦 先上炎帝啊 因為 他其實臭臭泥應該也沒有什麼技能好打炎帝啦 我們就隨便點個聖火吧 聖火打臭臭泥然後吹個熱風看能 能不能早點醒來吧 他蘑菇包子睡我們炎帝這也沒有辦法 後排兩個人都太慢了 炎帝睡了第一回合 然後看煤炭龜能不能醒來吧 啊拍錄嗎 等一下 垃圾射擊影子偷襲拍錄 加鎖住嗎 這麼酷嗎 你是背心的是不是啊 我不太確定 熱風先吹一下 感覺也不像背心的 我不知道什麼道具 吹出土土犬的氣勢皮帶 然後心情不定加個特攻 然後降個物防 他只要不要加速度就好啦 其他都無所謂 那這裡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打神速啦 因為 對面兩個人現在都殘血嘛 神速加上鎖住吧 因為對面土屬水應該會睡我的煤炭龜 我醒過來的非常好 那我們神速先收掉他 殘血的臭臭泥 為什麼會有這種 純屬出的臭臭泥啊 什麼意思啊 蘑菇包子睡我們煤炭龜睡空 好心情不定加個速度啊 非常危險 降個物防 加速度那你叫睡生活全隊了 左邊上猛雷鼓嘛 觸發古代火星加個特攻 他只能加特攻而已啦 晴天四回合 嘖 對面現在特攻加四速度加二 他突突選有可能會帶尖刺防守嘛 有可能吧 但我們也得神速點他 不點他我就可能會睡著 我們就神速點右邊 然後哈先哈左邊吧 結果他帶的是火焰防火焰守護是不是 行吧你要守就守吧 迅雷迅失敗 他可能是迅煤炭龜吧 那就哈一下吧 點迅雷那我認為他是不是冥翔 有可能吧 冥翔的話他就只會帶迅雷龍之波動冥翔守住嘛 好圖犬這樣物防他現在能力加什麼都無所謂啦 反正已經 剩一滴血了嘛 我們 也只能神速打右邊喔 不然他如果不下去的話我們還是要被睡 然後我們右邊先上閃電鳥好了啦 因為現在晴天快要結束了我還想保一下晴天喔 沒有晴天之後會有點不好打他的猛雷鼓 對面右邊換上金剛星喔 就選擇保一下剩一滴血的突突犬吧 突犬留著有用嗎可能等一下可以再上來擊掌一次吧 我再上來賣一下 那神速先壓他的金剛星一點點血 然後他龍之波動打到沒坦貴的位置 打到半血那還可以吧 那對面就睡著囉 那他這裡金剛星可能會拍我嗎 可能會拍我吧我們墮腳先壓他一點血然後氣象球直接打右邊好 他要拍我就拍吧我其實不是很介意 啊結果直接下去嗎 直接下去上突犬賣掉是不是 上突犬賣掉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啦反正我們盡可能多壓他的猛雷鼓一點血嘛 好一個墮腳把他墮到半血 那氣象球就把突犬打死囉 對面現在還沒有太金嘛所以我不太確定他會太金誰喔 猛雷鼓有可能是太金妖精 猛雷鼓睡了第一回合然後右邊上再上一次金剛星 呃 我們的後排比較不好打猛雷鼓啦我們先大聲跑之後降他的輸出吧然後氣象球吧盡量先打死 因為他接下來下一回合不見得會醒來嘛 太金妖精嗎 太金電喔 太金電還可以接受吧因為太金電你就不看火啦 不看火我就會生我就會聖火打你嘛 他清掃滑地直接滑我這個沒有傷害喔 這樣遜雷雙點嗎我們背心啦這個沒有傷害喔 好你隨便去沒關係我真的不在意 好一個雙點打了我們大概一半血但是我們再個大聲跑秀 讓對面的猛雷鼓現在特攻減一 然後補個氣象球補氣象球應該就死了啦 補氣象球是 晴天煞 晴天煞是100威力的火系技能然後再乘以晴天1.5倍再加 再乘以克制2倍啊 就直接收掉對面的金剛星 現在日照復原了嘛 日照復原了我們就 要再開個晴天嗎可能要開一下吧不然我們的 閃電喔其實也不好打他 而且我剛才有大聲咆哮過一次嘛所以 對面的猛雷鼓現在晴天下不見得會加特攻 他可能會加 加什麼加物防或加特防嗎 看一下 果然加特防 因為 古代火星是加最高的那些能力啊我們剛才有見過他一次特攻啊所以他現在最高能力是特防加特防 冥想一次啊我不在意啦我不在意 冥想一次那現在 特攻變回-1啊然後特防加1 特防加1就加吧 我們清朝場地1回合晴天4回合 晴天不止4回合啦 我們的晴天是8回合 等一下我剛 我剛吃了岩石被拍掉所以是5回合沒有錯 我們就再打個大聲咆哮然後哈他一次嘛 先降他輸出就好啊特別直接放棄 他只要我有哈欠啦 所以現在猛雷鼓是不可能受得贏岩地加煤炭龜的喔 那我們再看下一場吧 對面這是一個吃猴霸隊 他有可能會首發撲空燕加一個人或是吃猴霸加一個人吧 所以我們的首發需要比較好打這兩個人 就選煤炭龜加約雄吧 可以突飛猛撲打撲空燕也可以哈他的吃猴霸 我覺得打這一隊還蠻不錯的 後排我們至少需要帶一個克制吃猴霸的技能或者逼他太精啦 所以閃電鳥也蠻需要的 最後一個選炎帝或正義法都還可以 但是炎帝很難打吃猴霸 正義法至少有批帶我覺得還是保險一點 所以我們就選正義法吧 好的我們首發的是快龍跟巨金怪啊 等一下為什麼是你們兩個 這該不會是什麼 重踏自己弱點保險的吧 我不是很確定喔 但是因為月月熊很可能第一回會點守住嘛 所以我認為他應該是不敢點月月熊 或者至少不敢雙點 所以我們就 讓煤炭龜幫助月月熊然後月熊直接打個突飛猛撲吧 幫助突飛猛撲應該是可以秒掉巨金怪的 沒有幫助會不夠因為我們現在還沒燒傷嘛 結果是零射的喔 那應該是老仙骰子吧 但傷害不高 擊中要害嗎你不要太過分了 打中四下 還是五下 四下還可以接受吧打一半而已 然後物防-1速度加1 那不太確定是多重靈片還是 精神之壓 不太確定是多重靈片還是精神力的 那我們一個幫助突飛猛撲就秒掉他的蠻血巨金怪 然後我們自己雙防禦 看對面後排是誰吧 看他是破空眼還是持猴霸 後排是持猴霸 持猴霸的話我們雙防禦儀就無所謂因為持猴霸是純樸的嘛 但是對面這個盒有可能會持猴霸守住讓快龍再打一次所以我們 左邊先守住拖他守住吧然後右邊就點個哈欠好了 這樣他如果這位回要點博洞窗之類的話 那我們至少可以哈他持猴霸 結果對面就直接讓快龍下去換上迷龍來合體 發動發號勢力對面現在全能力加2那我們先守一下吧 他直接點地震 證死梅炭鬼還可以接受吧我認為 梅炭鬼死了那這裡上誰呢 上閃電鳥應該是好一點啦 閃電鳥是克制吃猴霸的嘛 吃猴霸一般是太盡什麼他一般可能太盡妖精 太盡鋼 太盡草太盡飛行這些嘛 太盡飛行的話也會弱電 畢竟現在 也沒什麼閃電鳥嘛 那我們就直接打一個哈欠加上十萬伏特吧 對面看太盡什麼 太盡 太盡地面嗎就這麼巧是不是 我在玩閃電鳥多遠就太盡地面 我們先太盡妖精 太盡妖精可以 消掉自己水氣弱點 而且吃猴霸理論上這裡有可能會打上菜 好像他地震震我們想 傷害應該不會太高啦 看一下傷害多少 我傷害這麼高嗎 這是不是遲鈍啦有點像嘛 10萬伏特打不中 對面地面系 那我們還是先哈他一下吧 哈他一下然後 下個回合 等他睡著之後再來打好了 我們就左邊守住右邊 右邊看穿吧 因為他這裡 有可能會地震有可能會上菜 上菜打我們的閃電鳥 地震上菜 守住波動衝嗎 不太確定或是開替身 那我們就 直接硬衝吧 硬城應該可以打蠻多血的 硬城加上換人好了 因為下回合是避睡的 所以我們先換正義法上來打 閃電鳥現在打持猴霸其實也不是很打動啦 我們只能打氣象球而已 氣象球畢竟是非本系的 輸出也不會太高 正義法輸出還是高一點 發動古代火星加個特攻 對面持猴霸睡了第一回合 蛤 夢話嗎這麼巧 夢話還抽到地震 哇 直接震出我氣勢皮蛋 那我是不是不用玩了 哇這什麼 你怎麼什麼都有啊 我打電系技能你就太盯地面 然後我哈欠睡你你就夢話 不是你就也太厲害了吧 你怎麼什麼都有 而且夢話你還抽對技能 那我還打得動他嗎 還是頭了吧 打不動 怎麼會夢話持盾太盡地面的吃猴霸 對面是一個蠻標準的鐵頭殼隊 他這隊有可能會帶雨天也可能不帶啦 只是長得蠻像有帶而已 因為很多鐵頭殼會帶水氣太盡爆發 所以還算是可以配合雨天 而且惡鬼碰本來是水氣嘛 對面有可能會首發龍捲雲加一個人 那我們最好的首發就會是閃電鳥加波蕩水 但是他也可能首發鐵頭殼加愛管氏 那我們最好的首發就是炎帝加閃電鳥或煤炭龜 不過煤炭龜打不贏龍捲雲所以必須放後排 我們就猜一個吧 我們就首發炎帝加閃電鳥 後排放煤炭龜開晴天 但這三個人都打不贏炮燒虎所以第四個人就只能選波蕩水啦 對面首發的是五道雄獅加龍捲雲 水五道雄獅是不是 我看他的隊伍原本以為是惡系的 因為他隊伍已經有水惡碰了嘛 你帶這麼多個水氣又帶鐵頭殼 那我覺得 你隊伍百分之兩萬是有帶手動雨天的啦 他這裡有可能會手動開個雨天 我們就右邊先換上波蕩水吧 先讓炎帝下去炎帝還可以留著打到後排 那對面五道雄獅直接泰金毒喔 泰金毒是不是 在毒擊的嗎 這裡果然是球魚嘛 球魚我可以接受啦 那你就不用開順風了 我們就一個十安福特把他電死 他不是圍巾的喔 他可能是 可能是神秘水滴嗎 還是 水惡蓮打打我一下 還是講究頭帶的 其實都有可能 泰金毒的話 也可能是講究頭帶吧 打我們打三下但是因為我們是 四倍抗水啊 所以就算在雨天下的威力也不太高 右邊上惡鬼碰 你這也太多水氣的吧 呃 那我們就打個氣象球吧 打個氣象球然後 先開個晴天出來好了 對面這兩個水氣我們 開出晴天之後他的輸出會降低很多啊 就算他是頭帶水流連打也 也會打不死閃電鳥 劍舞啊 劍舞二個碰哇那有點恐怖喔 對面二個碰現在物攻加二 那我們再打個氣象球 100威力火系技能 傷害這麼低嗎 背心啊 背心的水舞到熊獅是不是這麼酷 獨擊擊我們的波檔水一下 傷害不太高 打到我們煤炭龜身上 哇你這個特防也太高了吧 這看起來是加了很多特防 不只是背心而且還加了不少特防 我們就哈欠哈右邊然後 氣象球打左邊吧 對面最後是咆哮虎是不是 好吧 上個咆哮虎來聯防一下我們火系的氣象球 吉塘幫我敲我們煤炭龜就敲到死嗎 我還是敲死 雖然是晴天啦但是因為他剛才 已經有劍舞一次啦 所以傷害有點太高了 那我們氣象球打一下跑一下我威力就很低啊 火系抗火 有點危險喔 那我們這裡只能上 只能上波檔水而已啦 波檔水有在太近爆發 觸發古代火星加速度 所以現在全場最快是我們的波檔水 那我們先看穿一下吧 看穿加守住先拖對面的擊掌好了 因為對面這裡可能會擊掌加上一個技能嘛 或者也可能會點殲4防守 好先擊掌齊齊派我們一下 然後木角 吸波檔水嘛 可以接受 我認為他 惡鬼碰這裡應該不會提防我們帶毒氣太近爆發啦 畢竟 波檔水帶毒氣太近爆發的人很少 所以我們就直接太近爆發打右邊 然後史蘭福特墊左邊吧 因為我已經知道他左邊是 咆哮虎跟武刀熊西兩個都是不抗墊啦 所以我們史蘭福特打左邊 絕對都是一倍的 那我們的波檔水就先 太近毒喔 為了打太近爆發啦 太近爆發通常會秒 畢竟我們是生命寶珠的嘛 這個太近爆發威力還是蠻高的 惡鬼碰的耐久也沒有很高 好一個毒氣太近爆發就把對面的滿血惡鬼直接秒了 那現在就 對面還剩下一個咆哮虎嘛 然後史蘭福特再墊一下 嗯 威嚇我們一下但是無所謂 那我們就雙點左邊就好了吧 因為剛才已經確認左邊是背心的喔 不然不可能可以接這麼多特攻技量 我們這裡就打一個 打一個10萬福特 10萬福特加氣象球應該 10萬福特加水冷氣應該就好了吧 雙點左邊 對面直接投降了 好那這場就戰勝了這個 劍舞水惡碰跟背心水舞蹈熊式的超級雨天隊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場吧 對面是一個西施海人的隊伍 他又可能是冥想的吧不太確定 也可能是直接耍核噴霧輸出啦 我們這隊只有閃電鳥比較好打西施海人 所以閃電鳥是必選 然後風妖精只會開晴天所以對面一定不會有手動雨天 煤炭龜也可以直接首發 我們就首發閃電鳥加煤炭龜吧 但是這兩個人不好打土地雲跟跑笑虎 所以我們後排得帶波檔水 最後一個人選正義法或炎帝都可以 但煤炭龜以外的人不是很好打撲斬將軍 所以我們最後一個人就帶炎帝吧 對面首發的是 咆哮虎跟風妖精 哇你直接趁我晴天打我是不是 對面應該會先開個順風啦 然後咆哮虎有可能會直接閃電鳥打我閃電鳥 我這裡當然也可以太精火啦 但是由於對面的後排有可能會有土地雲跟西施海人 所以我這裡不是很想把太精用在閃電鳥身上 反正他閃電鳥應該打不死啦 我們就打一個氣象球加熱風雙點風妖精吧 因為風妖精有可能是蜜天頭風也有可能是氣勢皮帶的 兩個都有可能 如果是氣勢皮帶我們就怎麼樣都必須雙點 對面果然一個閃電鳥直接衝我的閃電鳥 然後觸發經典非常好 對面的跑笑我現在就麻痺了 打一個氣象球應該是可以打死 氣勢皮帶好吧 氣勢皮帶那我們補個熱風 我們要優先解決風妖精啦 避免他下回再點什麼假哭啊 或是再來一次之類我很麻煩 那就看對面後排是誰吧 後排是土地雲 所以他剛才才優先打我的閃電鳥 畢竟土地雲不是很好打閃電鳥 對面現在有順風啦 所以 現在全場最快是對面的土地雲 再來應該是我方閃電鳥吧 我們先雙手住拖對面一個回合的順風吧 結果對面土地雲還自己拖自己的順風是不是 你有必要嗎 咆哮我身體麻痺無法行動 是不是有點咆哮的話 或是閃電鳥都有可能 現在晴天六回合然後對面順風兩回合 這個順風有點難拖喔 這裡不太想要給對面雙殺 給對面雙殺之後我就少一個人頭 因為對面應該大地之力打煤炭龜 然後閃電鳥打閃電鳥吧 我們就把泰晶給煤炭龜好了 這裡先保一個人頭啦 至少先把他順風拖完吧 順風拖完以後 波檔水上場就比他的土地快了 大地之力果然是打煤炭龜的位置 但我們泰晶草所以就傷害不是太高 然後我們補個氣象球先壓他 土地雲一點血吧 先把他打到半血以下 他一個拍落把我們的閃電腦拍死 這個還可以接受啦 畢竟我們的閃電腦還打不死他嘛 然後哈欽哈他土地雲一下吧 那我們左邊也只能先上波檔水吧 我們必須先把最後一回合的順風拖完啦 不然不太好打 出發古代火星加個速度 但是由於對面順風還沒接觸 所以現在全場最快還是土地雲 當然土地雲這回合有可能下去啦 但是我不太想跟他賭 他如果沒下去 波檔水死以後就再打不贏土地雲了 土地雲下去換水惡蓬上來 水惡蓬還可以啦 畢竟現在晴天殺他的輸出也不太高 對面袍小虎直接太金嗎 太金龍了太金龍非常好 太金龍我也可以打龍氣技能 所以我倒是不怎麼介意 那我們先雙手住把對面的順風拖完 閃電球風打煤炭龜的位置 對面順風停止 我們就直接龍之波動打左邊吧 然後哈欽哈右邊好了 對面二個碰線尖刺防守吧 好先把袍小虎賣了吧 想說袍小虎這裡已經沒什麼用了 但是你都已經太近了還把他賣掉那不是很虧嗎 還蠻虧的吧 好我們哈欽哈空了 那對面就剩下最後一個土地雲 由於現在我們速度比土地雲快嘛 現在晴天三回合 我認為他土地雲這裡蠻有可能會點守住 讓 偶爾碰來打我們的波檔水 所以我們左邊先守住然後 右邊 還是先點個哈欽吧 畢竟我們煤炭龜沒有加特攻 所以熱風也缺不死他 對面土地雲果然先守下然後 木角先打我們的波檔水啊 畢竟 我們的波檔水對對面土地雲的威脅很大 好我們先哈欽哈對面一下 那對面這位也會點什麼呢 他可能會點靠馬 我們就點一個龍之波動 龍之波動加幫助吧 這樣就算他點靠馬 之後我們也可以打在二五砰身上 看他點什麼技能吧 他沒有點靠馬 是嗎 那土地雲就不要了 還是他沒有帶靠馬也是有可能吧 他在界五嘛 木角吸我們一口但是傷害蠻低的啦 對面二個砰現在睡著了 睡著他他應該就沒得打了 我們只要 直接打龍之波動應該就好了 晴天一回合 晴天一回合 可能得要留下晴天喔 我們先打個龍之波動然後 讓煤炭龜下去吧 對面直接投降了 想說一打三然後他還睡著啊 畢竟還是打不太贏 那這場我們就成功靠著煤炭龜的哈欠輔助啊 戰勝了這個 炮少虎水惡碰跟土地雲的順風隊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場吧 對面是一個 古魚的順風隊 這看起來蠻像是有帶手動晴天的 對面首發啊 比較有可能是龍捲雲加一個人 但是因為他這隊看起來不太像有帶球魚 所以閃電鳥倒是不見得要選 我覺得首發 煤炭龜加炎帝打這隊還蠻不錯的 但是這組首發不好打土地雲 而且跟國魚其實也是互相秒不掉不算是特別有優勢 所以我們後排一樣得帶波檔水 最後一個就沒有誰特別好打那就選正義法吧 好對面首發的是五道雄獅加龍捲雲 哇你怎麼又是水五道雄獅啊 你這個隊伍看起來那麼像惡系的這個又是甩氣的 你這該不會隊伍也有帶球魚吧 啊不是很確定喔 我們還是一樣聖火打龍捲雲然後煤炭龜我覺得要先留一下 避免對面真的有帶球魚然後一個球魚加上 加上水流連打吧沒太快打死我們就再也沒有天氣了 我們就右邊換上波檔水來連防對面的水流連打吧 出發古代火星加個速度 現在全場最快的應該是我放的波檔水 對面沒有開順風喔他直接點枯葉風暴 這個五道雄是看起來應該是圍巾的啦 所以速度才會比龍捲快一點 那水流連打打在 波檔水身上完全沒有傷害我們是8倍抗水啊 枯葉風暴沒有擊中炎蒂沒有擊中炎蒂倒是沒差我們是背心了 降火速度 降火速度那我速度可能沒有五道雄是快了 那聖火還是把他的龍捲燒死了 對面下一個是啊下一個正義法嘛 正義法還有一點點麻煩 古代火星加什麼 加速度的加速度好一點點啦 反正我本來也沒有你快嘛 那這裡怎麼辦呢我們聖火打他的正義法吧然後 然後 右邊我覺得波檔水先下去好了啦因為對面正義法這裡 有可能會鎖一個技能啦他有可能是眼鏡的嘛 直接打魔法閃耀 想要先把我的波檔水閃死 然後加上水流連打打炎蒂但是打不死啦 畢竟現在是晴天啦炎蒂的物防呢還是比較高的 打三下但是大概打一半左右而已還可以接受啦 我們再補個聖火就直接把他正義法瞄了 他只要不是祭祀皮帶就一定會死啦 因為晴天聖火的威力是很高的 對面再上最後一個是土地雲 土地雲那你現在武道雄是不是很尷尬嘛 我們現在4打2啦其實算是 比較優勢 但是我這回合有可能會被雙殺 我們的炎帝應該是沒有出手機會啦因為他 一個水流連打我們就死了嘛 我們就把泰金給煤炭龜啦 然後我們神速先壓武道雄是一點血 煤炭龜 泰金炒然後先打個哈欠吧 畢竟我們後排還有波檔水可以打土地雲所以我倒是不太擔心他啦 神速先壓一點血吧反正橫數都沒有機會出手了 水流連打打煤炭龜 無所謂啦 煤炭龜的威力很低啊 我們現在吵氣嘛就算我們是火氣的他應該是打不死我們啦 對面熱煞風暴嗎好吧 熱煞風暴但是我們是泰金炒嘛所以至少煤炭龜可以先保住一命啊 哈欠就哈一下對面的武道雄獅吧 哈完武道雄獅之後我們上波檔水 水燈器打對面土地雲就好了嘛 不過對面現在還沒有泰金喔所以他土地雲倒是也可以泰金 不過土地雲的泰金屬性大部分都是毒系不然就鋼系啦 所以我們 打一個水蒸氣加上 加上幫助應該是夠啦除非對面的土地雲耐久加的超級多啦 雖然我認為這不太可能啊畢竟他是一個 帶熱煞風暴的 順風隊配置嘛 泰金毒泰金毒應該是接不了 我們可是幫助晴天生命寶珠水燈器喔你接看看好不好 一個水燈器直接秒 接不了啦土地的耐久沒有很高 而且通常也不加太多耐久啊 通常還是以加速度跟特攻為主 對面一個水燈打 打在波浪水身上看起來是死我了啦所以 沒有什麼傷害踹一下4滴血吧 我站在原地給你踹5個回合你可能都踹不死我 對面的武道熊獅現在還睡著了 那應該就結束了啦 我們就隨便打兩個技能就好了 打龍之波動加上 加上什麼加上幫助吧 加上幫助應該會死啦 那對面就直接投降了 那這場就戰勝了這個 水武道熊獅跟土地雲的順風隊 如果你想看更多有趣的隊友講解 記得按讚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你就不會明明已經點了哈欠 結果第二回合的熱風還吹出燒傷 只留下一隻尷尬的烏龜非常的卡場 同時也非常感謝每個Youtube朋友的支持 Have a good day Bye Bye